自从我们一家感染了新冠之后呢 开心爸爸出现了罕见的并发症 这个病呢是叫微小病变肾病 现在呢开心爸在服用激素里的药物 所以呢我也想跟大家看一下 现在又恢复的如何了呢 开开心心你们要上学咯 你们上学了 爹地妈咪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哦 裤子破了 衣服也破了 那怎么办 不用玩开开心心就行 哦不要给开开心心买给爸爸买啊 嗯 来来来 他们已经去学校了 所以是我们的时间 你什么想要做呢 哈哈 休息在家一个多夜了哈 行了一会去健身房 哦我忘记了 我看见你跟妈有职计划 哦是 那之后我们去健身 好 好 我又听到开心爸爸在打扫的声音了 好 来吧 哎 洗地毯了呀 你把所有东西放进去吗 对 我可以 在开心爸爸这几天休息在家 无限的能量打扫 你也认为你也做到医药物吗 可能是 我可能 这是技术药的副作用吧 有点 我们在健身之后要去健身 好 去健身之前吃个煮鸡蛋吧 贝 你需要一个吗 你就吃个蛋白哦 你可以给我一个黄的衣服吗 你说黄的衣服吗 黄的 好 好 我愿意回家 什么 你想回去上班 现在肯定不行啊 很多我对同事 变得更疲倦 他们也疲倦 他们也疲倦 短的 每个地方都需要人 现在哪里都是用工慌 不是孩子病了 就是家里大人病了 但是我不管 我就让你在家好好休息 I'm sorry being selfish 但是 我在乎的就只有你的呀 哎 there's one thing you need to know okay we go work out but not too hard okay 我知道 你平时喜欢 try hard push yourself okay but you need to slow down okay 我重量洗下了 你听好了啊 你现在在吃 你的肌肚类的药 千万千万不能大动作 take it slow you're too hard you will get cramped cramping right yes I'll get cramped and my joint hurts yeah you一定要注意了 你轻一点 轻一点 还好 这个估计只是它平时 四分之一的重量 轻一点啊 慢一点 不要又抽筋了 其实有很多的网友 他们会问 是不是开心爸爸 有一些基础病啊 会病得那么重 其实不是 它一直没有任何的基础病 身体一直都非常好 也有坚持健身啊 锻炼 在没有感染新冠之前 它的体质率是百分之十四点九 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指数 Squeeze 开心妈妈 可以啊 你很累 你又想帮我帮你绳脏吗 是的 谢谢 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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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啊 我们快点啦 去买菜了 回去烧饭 买菜 买菜 买一个海鲜买菜 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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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肉还是买菜 买肉或者买菜 我们买的东西给卡卡星星吗? No How do you say snack? 零食 零食 我们买零食给卡卡星星吗? 不买 为什么? 他们不需要吃那么多零食 零食 而厚垃圾 厚垃圾? 我们这样叫垃圾 I thought 垃圾 I wasn't sure 垃圾 I don't remember 好吧 开心吧 现在的体重呢 已经几乎恢复到 他生病之前的这个体重了 现在呢 有时候会有一点点不稳定 但是已经几乎完全恢复了 但是这个胃口还是 就是因为激素药嘛 这个胃口还是不一样的 胃口还是很大 所以我们要买很多很多 的蔬菜 oh don't forget this so many 平坡? yes 长痘痘 对 长了好多 so many 可是你在 好多 不吃这个药之前也有长啊? no I don't have the medicine is the most 其实我还是要感谢一下 开心爸爸的勇气可嘉 把自己这么罕见特殊的一个病例 分享给大家 但是我在发布之前 其实很纠结的啊 因为我不想很多的人去讨论我家里人的情况嘛 你还好吗? 走不动路了 我腿和屁股练太多了 哎呀 你不是胃口大增吗? 你就多吃点蔬菜水果 对吧? 也不会长胖 又能满足你的胃口 那我需要吃所有的食物 那给你多买一点 应该这个买三个 苹果? 对啊 就这么多了 吃完了再来买嘛 嗯 你胃口大增 不能买太多 买多少吃多少 这个卤手 2.79 一磅 拿一颗生姜 再拿一盒香菇吧 蘑菇 炒蔬菜吃会有点味道 鲜一点 我要买一盒椰子油 买椰子油 给猩猩拌饭吃 买一盒豆腐 等你嘴馋了 那我拿这个用空气炸锅给你做零食吃 食欲一上来 管他四伸四伸 我直接冲上去了 哇 这么大一块啊 对啊 我们可以切一盒 切一盒 然后切一盒 ok 好 那我们就买回去 然后切一盒 然后切一盒 切一半 切一半 对 切一半 好 买吧 开心爸爸 你买冰激凌了吗 可以买吧 买吧 买吧 这饭了 开心爸爸要吃面 放两个鸡蛋面 还有玉米 我开心爸爸特别喜欢吃这个油豆腐 然后我也放几个 先把这个排骨切出来 这个晚上开开心心吃的 放点蘑菇 既不能吃盐又胃口大增 其实对开心爸爸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我尽量多煮一些健康的食物 这样他多吃一点也不不怕他长胖啊 或者是有出什么其他的问题了 加一点什么芝麻油啊 花椒油啊 各种调味料 但是不能放盐 好了快点吃吧 一大锅都是你的 哇 我放了一点 两个 我放了一点芝麻油 放了一点点花椒油 这个我喜欢 放了一小勺鸡精 OK 这是什么 这个不是 这个是正门调味道的 嗯 没有不是盐 对 好吃吗 嗯 这一大锅你都能吃的 你都能吃的 我手瓜 我的天哪 你吃的也太快了吧 这也就是才五分钟啊 你吃慢一点慢一点 OK Slow down 嗯 这一大锅呢 都是你的 没人给你抢 嗯 饿疯了 I literally eat everything even garlic 你是不是一会儿 要把汤也喝了呀 还在吃 少吃一点 你不要吃蛋黄 开开心心在上画画的课 We just had the whole pot 2 hours ago and this is my purple 胖子 快了吗 我再来 耶 其实开心爸爸呢 除了 嗯 胃口大增之外呢 这个药呢 还让他睡眠不太好 所以他晚上睡觉呢 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好一点睡四五个小时 所以为了不打扰我睡觉呢 他会睡到另外一个房间去 那么晚上他睡觉的时候 晚上起来了 睡不着呢 他会帮我去查一些资料呀 或者做一些我的助理工作呀 因为其实做自媒体 可能也没有大家想的 那么容易吧 就看到的那么简单 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所以他晚上会帮我做一些 这样子的事情 因为他确实没有什么事情做 也不可能起来打扫卫生 希望他能够尽早恢复吧 因为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回去看医生 看专家 医生也建议我们 这两个星期暂时不要先回去上班 开心爸爸可能有点等不及了 反正我觉得还是听医生的吧 然后肾呢 他肯定是跟平时劳累有关系 所以还是不想让他过于操劳 还是想让他尽量多休息一下 对吧